胡大一庶名心血管专家、医学教育家、北京大学人民教授、国家卫生剂身为健康教育首席专家、国家重点学科心血管内科负责人、中国空研协会会长、至中文化暗家、近来在医学中不断出现为不禄保护了心脏、伤害了关节的传闻。 美国《骨科与运动力》杂志报道,健身跑的人们关节炎发生率仅3.5%,而选择近期生活方式,酒色不动人群的关节炎发生率却为10.2%,境界体育的赛跑者的关节炎发生率13.3%。 结论是,步行有益于关节健康,一万步路一走就17年至今血压正常,血糖保值正强了14年,2000年元旦,意识到自己存在健康隐患。 肥胖,身高1.78米,体重93公斤,三号血糖高,肝油酸质高,脂肪肝,我下决心改变自己,健康从我做起。 医生对公众健康有示范作用,漫步路一走就是17年,无一天懈怠,体重下降了22公斤,17年没有大的反复,至今血压正常,血糖保值正强了14年,近三年有轻度升高。 漫步路代表了有氧运动,不仅对心血管疾病有预防作用,有氧运动能力的提升,对高血压,糖尿病,确质异常,肥胖,脐烟,慢性阻塞性肺疾病。 这些我国以议技术的疾病或危险因素患者,不仅仅和改变患验单上的相关指标,而且显著改变患者的生活质量,更为重要的是,可降低总死亡率,延长寿命。 两万步路保护了心脏,伤害了关节,健身跑的人们关节炎,发生率计3.5%,但仅来在一些中不断出现,万步路保护了心脏,伤害了关节的传闻。 我2003年已有膝关节病,给我做过核词,骨骼医生让我看片子,膝关节膝盖的软骨已磨损严重,甚至有人说可以考虑换关节了。 2004年,发现有根骨骨刺,行走中右后脚跟有明显疼痛感,还有椎肩盘滑脱,偶有行走中右腿发麻,至今13-14年过去了,膝关节很少有不适。 2005年右后脚跟骨刺,也发的疼痛完全消失,腰椎肩盘问起无明显加重的症状。 我认为坚持日行万步路,尤其走平路,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大多数人,膝关节是安全的,我本系,由于坚持运动,肌肉强有力了,对关节还有保护作用,跟骨骨刺随着走路可缓解疼痛症状。 大家都知道,功力门诊人满为患,我平时以走平路为主,但上班时,一是理账患者,二是给自己争取运动机会,我三钢四钢五层都不乘电梯,自己步行上楼。 自从有了剑步走群,我这个群有957人,这次在广州,廖新波厅上也加入了,我重新把每日剑步目标,定位10公里13000,18500步。 今一早从上末看到了,属下一段信息,美国骨科与运动物理杂志,2017年第六期的文章讲,健身跑的人们关节炎,发生率仅3.5%,而选择静息生活方式,酒做不动人群的关节炎,发生,力确为10.2%,境界体育的赛跑者的关节炎,发生率13.3%,结论是,健身跑有益于关节健康。 大众健身跑的距离上线,每每周92公里,何况,我提倡了事件不走,应既保护心脏,也保护关节。 我把这段话发给了廖新波厅长,他马上就转发了,在广州的康复大会上,廖厅长大会致辞,讲到,他坚持有氧跃动后,原来的高血压控制了,不再需降血压了。 白颜松也讲过他到北医三院,医生说他血压高了,要终生吃药,他回答,可否给我三个月,入运动后血压还高,再吃药行不行? 他坚持了三个月有氧运动后,血压果然正常,不需用降压药。 我也曾在很长时间内,认为高血压要吃了不能停,还在健康讲座中强调,宁肯忘了一顿饭,不要忘乎降压叫。 在那些年代里,我也不真正了解运动是良衣良衣,但今天,我要强调,无论药物,支架,手术多先进,有氧运动有独特的,不可替代的,不佳的预防效果。 三每天到底该走多少步,每天走路最好不要超过一万两千步,零一什么是有效步数,各种有氧运动指南,一致推荐,每日中等程度,有氧运动三十分钟,高强度有氧运动每日十五分钟,每周五次,有效步数三十分钟应一次完成。 而非灵枪随打,走走停停,老年人每分钟一百步,三十分钟三千步,中青年可以走得更快些。 记不记仅将不间断走十分钟以上的步数,记录为有效步数,临时完成的有效步数,才可实现有氧运动的效果,有利于减少体内过多的脂肪,降血糖,降血脂,降血压作用, 控制紧张,减轻焦虑,抑郁症状,铃儿怎么不行效果最好,人的极量运动的最大心率是二百二十减出年龄,中等强度有氧运动,达到的心率是最大心率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,也可跟着感觉走,快步走三十分钟时,会有湿度心肌气短,在湿度气温下出微汗, 肩步走时,上肢也应摆动,一方面可增加有氧运动量,更好体现有氧运动效果,二是有利于锻炼上肢与胸部肌肉,为更好做好上肢运动,也可用行走手杖,手杖还可作为支撑,尤其对老人行走上下坡,成为安全辅助,还可用手杖编排各种动作, 作为运动签的热身,运动后的放松活动,零塞每日总步数应该是多少? 我每日步少一万步路,近半年大多一万三千,到一万五千步约十公里,一些国际心脏学术机构也推荐日行万步路,中国膳食营养指南,建议日行六千步,竟又有一些说法,一万五千步更好, 我的理解是,有效步数之外,的步数除增加运动效果外,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活法,即改变不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,从进椅子就想坐下,改变被运用后机后车,查鲜,开会早到等各种碎片时间累积步数,逐渐养成能暂时不坐着,能走动,不静着,久而久之,形成运动过程, 把万步路变成日常生活组成部分,大家每天工作学习节奏都很快,为提高效率,不开低效拖拉的常会,迎大力集场会站着开,客站着上,同时兼谈工作可边走边谈,同时,家务劳动也有益于身体健康,临时到底每天该走多少步? 我理解不必过于刻板,要同体化,循序渐进,兼顾有氧运动的安全与效果,不仅关注心血管,也要关注关节等,我从有氧运动的17年,收获了健康与快乐。 但我个人的经验并非适用于大家,乔崔勤教授就多次劝导我,每天走路不要超过一万两千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